哈喽大家好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关键女士刚讲这些酱料 是日常生活家庭主妇的必备品 可是大多数的酱料 观众朋友如果仔细看 中式的酱料常常会有油风 比方说辣椒酱豆瓣酱 常常会有一层油风 如果没有油风的比方说味噌 味噌一定是高盐 它是用盐来降低它细菌的滋生 还有一些酱是发酵 所以它到底是纯发酵 还是放到坏你也不确定 比方说我手上这种酒酿 因为它天生就应该有微酸的风味 所以它要是坏掉酸坏 其实一般观众也闻不出来 然而事实上刚刚讲到的 这些咸式的酱料 它们就隐含着油脂跟高钠含量的地雷跟风险了 对尤其是高钠这件事情 几乎很多的酱料都有 那其实钠我们讲盐分的摄取如果过多 其实终究来讲对心脏还有对肾脏 这两个器官是最大的影响 那我就分享一个案例 这个是比较初期的案例 是一个40岁的男性 他其实来门诊的原因就是他觉得脚很肿 常常脚很肿 那其实脚肿的问题其实门诊也不算少见 那所以他这次来肿 那可是因为这个先生 他可能就是也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观众 他想脚肿大概就是什么下肢境外酸塞 通常那个电视看得越认真的人 就会想得越严重 脚肿就是血管塞住 下一步就肺酸塞就要挂掉了 所以他就来说他不知道血管是不是塞住了 那当然我们做一些初步的评估看起来不像 那后来的确因为他肿得蛮厉害的 压了大概有一两架的水肿 所以还是帮他做血管的检查 那确定血管是没事 那其实大部分我们讲门诊的水肿 血管都不见得有事 那其实都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作息 那这个先生的确他就是一个上班族 他整天做办公室 所以他其实没有太多的活动 这是第一个原因 那第二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还是跟他饮食有关 我们去询问他的饮食 他是比较属于重咸重口味的 那其实当我们摄取过多的纳粒子的时候 其实就很容易会有一些水肿的情形 所以这个案例就是这样 所以后来我们刚刚讲说 你要试着调整你的饮食 让你饮食清淡一点 其实后来他那水肿情况 加上他多活动之后 这两个问题消除之后 他的水肿情况就改善很多 那我们盐分摄取之后 有什么样的警讯 我们可以稍微先知道 第一个就是说 你吃东西都觉得不够险 就是一直加盐巴 一直加盐巴 就代表你的味觉 可能已经被提升到一定程度 太淡的东西你吃不下去 这代表你可能之前盐分摄取太多 第二个就像我案例中 这个先生讲的一样 身体的水肿 尤其是下肢的水肿非常明显 就代表盐分摄取太多 那第三个头痛 其实是跟血压高有关 当你盐分摄取太高的时候 其实血压会跟着上升 所以其实就可能有不明原因的 头痛啊 脖子紧啊 肩颈酸痛等等 那平庙 平庙这个原因 主要还是跟水分有关 当你摄取盐分太多的时候 其实身体是属于 比较饥渴的状况 这跟渗透压有关 所以你会一直喝水 那喝水的下一步就是排水 所以你会常常一直口渴 然后一直去喝水 然后接着就一直小便 这个也代表可能盐分太高了 那最后一个是可能会容易一些 比较脑部的一些不灵光 或者退化 这个其实也是有证据证实说 其实有些人盐分摄取太高 会影响一些脑部的判断 那甚至我们有看到说 美国一个研究说 一年可能有100多万人 就单纯是死于 盐分摄取过多 那其实这个也不是个小数目 所以其实怎么样去控制盐分 其实对不止心脏 对肾脏 对身体各个西关 其实都是有很重要的 这个意义的存在 那问一下关人医师 一般的观众朋友 刻板印象觉得 高钠高炎会影响到心血管的健康 事实上高糖也会影响 刚好就是再重申一次 其实我们心脏科 我想四个最重要的危险因子 就是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 跟抽烟 那前面这三个 刚好就是我们讲的 原分太高 糖分太高 跟油脂太高 所以这三个其实都是很重要 会影响心血管疾病的 那我们分享一个案例 刚刚讲的是 这个钠离脂跟血压 带引起心脏病的原因 那这次我们分享一个案例 是跟糖分有关的 这刚好也是最近 没有很久的案例 一个60岁的男性 那他去年底 第一次来就是急诊 就是心肌梗塞 胸口闷痛 那之前没有特别在追踪 那因为心肌梗塞 所以来医院治疗 放了吃架之后 当然我们会验他一些危险因子 那看起来血压 跟胆固存是还可以接受 但是血糖就很高 所以从那个时候 就开始帮他做一些血糖的控制 但他其实控制的状况并不好 当然他饮食也没有好好控制 那药物也没有好好地 这个规则服用 所以其他糖分一直都居高不下 那所以我们其实心肌梗塞 过了半年之后 其实我们心肌梗塞 都有追踪 理论上不会这么快再复发 可他半年之后 又因为胸口闷痛又来 结果发现是 不止原本的 那个放好支架的地方 又再塞住了 原本正常的地方 其实也慢慢变得退化 所以半年内退化这么多 其实是蛮快的 我们在时候再帮他 做一个抽血的动作 结果发现说 他有一个指数 就是我们血糖的指标 叫糖化血色素 竟然抽起来高达接近17 那如果有医生听到 或者是有护理师听到 就可以知道这是多高的指数 糖化血色素正常是6以下 正常6以下 那如果说我们有糖尿病人 起码控制在7以下 那你如果超过8 8以内我们勉强还算可以接受 超过8以上就太高了 那他是17 也就是他除以2都超标了 所以代表他的血糖 过去这三个月 平均都在500、600这边跑 所以那血糖非常高 我就跟他讲说 你这个血管 再塞住这么快就在发生问题 最大原因还是跟血糖有关 所以我们后来就跟他讲 除了第一个血糖要加量之外 另外一个就重点就是说 他之后饮食要好好控制 包含这个我们讲 今天讲的酱料 这个要好好控制 一些糖分太高的东西 要严格的禁止去摄取 这样才有办法说 不要说每隔半年 就外来装一次 这又不是进场保养 我们希望装了一次 可以永久维持 不用常常回来 因为总有一天 真的来不及装 你就离开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回过头来就是说 我们刚刚今天讲到酱料的问题 但是毕竟还是有些人 说真的他吃东西 他没有味道 他吃不下去 这的确是有 那像我之前就碰过一个 大概70岁的老先生 他本身有高血压 那心脏其实也有点轻微的问题了 那他来门诊的时候跟我追踪 那事实上我还固定吃一些血压药 他控制都不是非常好 那后来我们去深究他的问题 其实他就是我刚刚讲那种 他吃东西一定要 要一点盐巴 或者是要一些沙茶酱等等 他没有味道他吃不下去的 甚至他严重到说 有些人喝水 他没有味道水他不喝的 我相信大家有碰过类似这样的人 他不喝白开水的 那所以那怎么办呢 我刚刚讲说 你这个饮食一定要控制 不然你血压药死会越加越多 那其实对你来讲也不是好事 后来我就跟他讲说 这种的方法 我们可以用一些天然的辛香料 像我们讲的葱姜蒜 这些东西 因为其实包含辣椒 这些葱姜蒜辣椒 天然的辛香料 其实都有一些文献证实 说其实对心血管是有些好处的 不要过量的情况下 对血管的通畅 对于预防心血管阻塞 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就跟这个阿伯讲说 你如果真的要有味道 你可以尝试看看 是不是用这种天然的东西去调味 尽量不要用那种 已经人工制成的 那个调味药来用 那后来的确他听从这个建议之后 我发现他的血压是有慢慢改善 也就是说他的药不需要 因为他的血压持续上升 而一直加量 所以其实后来控制就还不错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推荐给说 如果你真的很需要一些盐分 一些味道 才能进食的患者 其实天然辛香料 我觉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